要換一次好嗎 張森林 動算 動算啦 動算啦 來 張森林 動算 張森林 動算 張森林 動算 還有一次不一樣的 張森林一定贏好嗎 好 要有信心啦 知道嗎 張森林 一定贏 張森林 一定贏 張森林 一定贏 張森林 張森林 一定贏 這就是這樣 V嘛 有勝利一定贏就對了 剛剛啊 我看到 呂國華 我好朋友 來 起來 起來 站在 我知道 等會再讓你去泡泡 對 好來 歡迎我們前縣長 呂國華 我跟各位說 我跟他是非常好的朋友 那 建榮兄我要叫阿正 我叫阿正 叫阿正 我以前小的時候啊 常常來宜蘭 因為我家裡這裡有親戚 有一個舊公在這裡 所以我跟我爸爸常常來這裡 那過去來到現在來 看看改變真的不是很大 所以張森林說 他要出來選宜蘭市市長的時候 擲經濟最重要 對吧 對 真的擲經濟最重要 各位 如果今天到台北市到新北市 去看一看 我們全部都在拼經濟 為什麼 大家有錢 日子才過得好 大家沒錢 日子就過不好 所以 張森林說 要幫 所有 宜蘭市人民 最重要一件事情就是 拼經濟 拼經濟 在宜蘭要拼的什麼 第一個 真的要拼觀光 拼 農業 拼這裡宜蘭最強的強項 但是我覺得宜蘭還有另外一個事情可以拼的 就是張森林帶領的 呂國華 帶領的 就是在這裡做什麼 跑馬拉松 你不要看跑馬拉松喔 全世界如果跑馬拉松 跑得好好 經常辦馬拉松的活動 這裡的空氣又好 風景又漂亮 這樣自然又美麗 帶動全世界的馬拉松比賽 通通到宜蘭市來跑 這樣這邊觀光就會帶動起來 所以啊 張森林去跑馬拉松 天天跑馬拉松 我真的很佩服 我沒辦法 我肌肉還算蠻發達 身體蠻健康的 但是跑馬拉松喔 我第一個輸給張森林 第二個輸給李國華 這都洗解決 各位跑馬拉松代表什麼 毅力 沒有毅力 沒有毅力 除了體力沒有毅力 跑不了 因為跑到最後 全辛苦都會痛 然後 自己說這樣可以 很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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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這樣的毅力 才造就了 宜蘭市將來的市長 能夠有毅力 幫宜蘭市拼經濟 對嗎 對 我看到森林另外一個政見 非常好 幫大家保團體意外險 三十萬 我跟各位說 人生最怕就是 烏漏偏逢連夜雨 當你身體的狀況 許多的狀況 有小事情發生的時候 全家都要負擔 所以如果幫宜蘭市市民 都能夠保這樣的意外線 讓大家都能夠平安的話 是不是生活就不必擔心 不用擔心 對嗎 所以我覺得應該要支持他 對不對 另外 我坦白說 宜蘭市這幾年 真的需要大進步 但是也需要宜蘭縣政府給大家的幫忙 我過去做縣長 現在是老館長 我最了解 你說宜蘭市 自己的錢 有夠多 跟隔壁比羅東比起來 羅東比我們這裡好牙太多了 對嗎 對 所以宜蘭一定要自己要拼經濟 但是宜蘭縣的縣長 他有統籌款 他有錢可以補助到宜蘭市 所以林之廟要讓他當選縣長 然後張森林當選市長 一起來努力好不好 好 館長是我們來做 你看你看總統也是我們來做 這樣一條這樣下來 不要像民進黨這樣 自己賺錢賺那麼多 但是地方上的發展都沒有照顧到 我們看到宜蘭的發展 我過去自己台北縣縣長 我們感覺到的發展 我覺得中央給宜蘭縣的資源太少了 各位太少了 真的要多給一點 因為這些地方 需要做的基層的建設還有許多 需要拼經濟 需要政府的投資 來營造大的環境 所以我希望 讓林志廟高標當選好不好 好 讓張森林